现在的社会除了要长得漂亮 另外口袋里一定要有钱 所以颜值跟前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也知道一个家庭当中 如果有人不是那么了解 这个股票或者钱的运作的话 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场相当大的灾难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对钱更加的了解 那么这个8i Education 它基本上教股票的买卖对吧 里面的课程到底有什么 然后到底是上几节课 因为我从来没上过这些课 我都很好奇 他们在那里面到底学些什么 因为你知道股价每天都在上来下下 对吧 是的 其实这个课程呢 主要的就是教人家怎么样去了解 一个投资的就是股票的价值 就是价值和价格其实有分别的 也就是好像说如果我们买房地产的话 就买一间屋子 那屋子就有估值嘛 对不对 那如果一间屋子的估值是在100万 我们是很难会用多过100万来买这间房子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希望能在或许低过100万来买这套房子 是 那了解到它的价值是在100万 那那个价格我们要的话 希望能在可能80万90万能买到这间房子 如果有人出价可能150万的话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因为它的估值只在100万 就是用同样的一个道理 其实我们可以做投资在股票方面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了解这间公司 因为股票嘛 怎么说呢 它的背后其实是一间公司嘛 一间企业 那企业有卖产品有卖服务 那它是有方法是可以做估值的 那么如果一旦估值了 就发现这间公司 如果它的每一股是只价值在一块钱 那我们或许不想用一块半来买 太贵了 那我们要以多少钱来买呢 就是如果股价掉至可能五毛钱 八毛钱在一块钱以下 这样就是可以投资 你会不会觉得像你这样的女性 我一看我就知道头脑很清楚 对钱也很清楚 你会不会觉得取到你这样女人是蛮幸福的 因为你管钱可以层层往上跌 可能这个要问我先生 会不会一个女性 会你会对钱特别敏感吗 其实会耶 因为从小家境不是很富裕嘛 就连在上大学的时候 也是要办公办读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 小时候家庭不是很富裕的关系 所以对金钱方面可能会比较 就是懂得要储蓄钱啊 了解到怎么样让钱生钱的重要性 尤其是现在因为在新加坡生活嘛 难免呢 总是要就是为自己打做打算 尤其是现在人的那个寿命是越来越长了 而且我们不像我的祖母的年代 我祖母年代可能会有六名孩子啊 十名孩子 那每个孩子可能可以供养着父母 那我现在本身就只有两位孩子嘛 那如果我和我的先生没有足够的储蓄可以退休的话 那以后两名孩子将会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要为将来做打算 这个是很重要的 到你那边去上课的 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等一下来告诉我们好吗 好的 这里是八卜三加FM 我是美香 也是Eva